比赛好像看你还在找比赛的感觉 因为第一局上了以后你是落后 其实我才算了第三次才适应这个场地 我星期六道的 星期六道的试了一次场地 昨天试了一次场地 然后今天第三次 我觉得这个场地的风向特别大 然后我觉得因为要拿回去这个场地的感觉不简单 我觉得今天第一场就一次落后第一局 然后第二局就慢慢好起来 就是拿在场上那种节奏跟感觉 你现在世界排名是第一 林丹世界排名是第一百 但是面对很多媒体的时候 好像林丹的风头还是要盖过你 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了解 因为今天还是在中国 就是他的主场 然后其实林丹跟我相比来说 他拿了满贯 我很多都是拿了第二 但是这个就是很正常 其实他一年没有出来比赛 他还是在我们语球界的 就是一个就是说全满贯的一个球员 像是以来以前达菲克也没有 达菲克圈了就是全赢啊 还是几个比赛 但是我觉得林丹全部都有了 但是这个很正常 还有一个他现在在中国 就是在主场 还是很正常的 对 那你觉不觉得林丹这么长时间 没打国际比赛了 这对女来说是一次最好的 可以胜林丹的机会 其实我也没想这么多 但是每个人都很想 我在这次的比赛能碰到林丹 但是我觉得因为在比赛中 就觉得因为这场上来说 就是看自己的表现 就是下来我的 在上班去很多都是年轻的球员 想聘我 因为我在世界第一 全部都想胜我 这个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我先面对 这前面这几场的比赛先 因为还有打的王正明 还有杜鹏也就是觉得 还有两个中国队还是在那边 我觉得林丹来说 每个人都很希望我在这个比赛 就是碰到他 因为在奥运会过后到现在 我觉得很多球迷都很想 在我们在这个世界金贸赛 就能打得更比 奥运会更好的一场的比赛 给这个广州的球迷 还是全世界的鱼球迷看 对